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还去外博家吃饭了 今天上午带着去外博家吃饭 他还给了我一个红包 然后前车被他拿走了 他说给我包子 是你自己给我的 是你说的 你说给我给你保管 我当时开玩笑说给我保管 然后他说给我算你别给我了 我说是历史 还是给你自己拿着吧 图个好运 那后面我就说 我说我留100 我说剩下400给你 他外婆发了500 然后我有100块钱我现在放在我的 我手机呢 现在有100我放在这里 这里可以吸财运 放在这里吸财运 然后他说他把现金他也留 他也弄弄弄 怕弄丢 然后直接给我了 这有啥好啊 长辈发个红包不代表什么 我在他外婆面前就是很规矩 很拘谨 今天他外婆一直给我夹菜 我都不好意思拒绝 然后夹了我 夹了我一盘子的菜 然后我全部都偷偷的全部夹给他 也没偷偷的 是你不长胆的 他们有看到吗 肯定看到了啊 就是外婆叫他吃 我说趁他们没看到的时候夹给你的 在我玩那边诠释 然后问我为什么玩你这么多 我说成绿夹的 真的吗 我怎么没听到 对啊 然后后面我没吃完 他们说他没吃完 我说成绿夹的 一直给我夹 他妈也给我夹 然后他外婆也给我夹 夹了我一盘子多的菜 但我其实我不想吃 不是不想吃 也就是夹太多了 然后我也不喜欢吃猪脚 他们一直给我夹猪脚 然后夹那个鱼 我两个菜我都不爱 不是很爱吃 然后我就 我就以为趁他们 然后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 我不要我不要 然后他们一给我夹 我就接住 然后夹了 夹了我就不想吃 我以为我趁他们没看到的时候 再夹给你了 对啊 他其实看到了 他们后面肯定都知道 而且后面我直接跟他说了 他说我咋没吃完 我后面吃完 我说成绿夹的 你说我成绿 真的啊 你今天这样出卖我对吗 这也没出卖你 我也我也吃不下 当时你弟在旁边看着还偷笑 一直在那偷笑呢 你弟 你一直在旁边憋笑 可无语 我妈也是一起床一劝你吃个鸡蛋 你鸡蛋呢 我吃了呀 吃了 对啊你看你跟你弟都不吃 他跟他弟 他妈一早来这劝我们吃个鸡蛋 他跟他弟都这样 我们不吃你别烦我 我说了我不想吃 然后我妈就硬塞 我妈就说你不吃我给你剥 对我觉得房中不是很美妙 然后压力还特别的大 因为今天他妈带我们去看房 不是带我们 因为他妈看中了一套房 然后就是让我们 让我们一起去就是一起去看一看 看品质怎么样 对看品质怎么样 其实很贴成很好 但是但是要一千八百一千五百万 然后当时我们在那个 给我们算的时候就算得卧槽 我都不想算其实 对啊一个月 月工要四万多块钱 就那种我感觉压力很大 在广州生活 然后又很热 广州不适合我 我觉得不是很美的 你不适合我 谢谢今天 你不适合我 当时我立马跟我妈说 我说我要回成都了 对 我说以后我都不会回广州 我要回成都定居 嗯 很好看 你就不照我了呗 你就录你自己的 那不得 我就只配一个头发丝出镜了 他要这里降温啊 那你拿着 没事你拿着吧 那就 也没买啊 也没买也没有想买 就帮我帮我去看了 但是看一下广州的品质 就看到品质而已 对 对 因为我跟我妈说 我最近还在乘都买房 然后就 然后妈就带我去 他就好最近你看一套房 然后带我去看一下 太贵了 我看到价格我都公司都没有管 谢谢DOD 谢谢DOD 谢谢DOD的老师姐 谢谢DOD 谢谢大家点赞 谢谢大家点赞 没有买 我家也没有钱买 我家也没有钱买 只是去看了一下 看一下 看了一下 没有啊 那他妈说了 如果想买的话 他跟他爸努力努力 到时候凑一点出来 我不需要 他买也是 买给我跟我弟 但我跟我弟都不会在广州了 你弟会去哪呢 我弟肯定 说不定他以后就不在中国 都有可能 真的啊 他本来就是 也有可能会去国外 没可能 对啊 都不好说 都不懂 我真的不想回广州了 我想去成都 属于我们两个小天地 你看 第二成都都舒服 成都 是不是 成都就是我们两个 就是我 反正 就我们自己生活就好了 是吧 没人打扰咱 那你说一句你好爱刘聪 为什么 是现在让我说吗 你这样说 我刚敢想说一句 我好爱成绿 但我说不出口 就好干啥 什么时候 刚刚 我现在有人街边 你摸米其妙为什么突然想说一句 好爱成绿呢 是是很想说啊 你想说 很爱你啊 他在内心里想说 但我不敢说 我觉得说不出口 太热了 因为热说不出口 不是因为这个街道有人呢 可是我们现在这样说话应该也没人听到吧 我想说大声一点 你想 你敢说大声一点吗 我敢啊 你说啊 你看你想说你总得先开口呗 你先说要 你不是说你不敢干嘛 我学习一下你啊 你说一句我好爱刘聪 我好爱刘聪 咋了 我也好爱成绿 这还好不是很大 你看你要喊出来就没那个味了 你如果当时 我说说的话你突然说一句 我好爱你啊 那我跟 我操我心里立马软成一滩水 你看 你还得还得激我 让我先说一遍都没那个感觉了 你看不懂撩人 对啊 我一直都不懂撩人 不是就像你请教吗 学习一下 那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已经教你了 现在应该怎么做知道了没有 啊知道了 下次一定 你咋不撩我呢 你不是懂吗 我只没见你撩过我呀 我没还没见我撩过你 你不就是我撩来的吗 你先再撩我一下 要重拾一下当初那种感觉 这不能说来就来的 这有的时候需要 这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情景 需要一些天和地利人和 那现在就是 聊不了我了呗 在一起久了腻了 聊不了了 看情况吧 吃不了一点 别老听了 对方嘴唇我没有啊 我也没有 他跟我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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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今天老是看几层了 为什么 这都被你们发现了 你老是看我嘴唇干嘛 因为你 你为什么看我嘴唇 有人 你看你不勇敢 勇敢 有人就低下头跟你在家一样 不会啊 他会一会一会 哎呀你给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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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说啊 刚说的什么 修死了修死了 我肯定不会啊我肯定不受想法 是这样子 我肯定不需要啊 我想吃我还在想吗 你都是我的人了我想怎么还怎么样 我还得就心里在想 真的想 因为喜欢一个人才会小心翼翼啊 不会啊我现在都给你这么久 还小心翼翼一年多了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 你现在觉得你对我可以 为所欲为很猖狂是吧 对啊 想怎么样怎么样 对啊我现在对你就是为所欲为很猖狂 我就明摆了猖狂 你觉得这样对吗 对不对啊 喜欢爱是小心翼翼的 我都这么久了 这么久了我想怎么样怎么样 你现在什么意思 你看 你看 你都这样了你还说说说 我怎么样了 你看像多娇修啊 你看看你自己 我怎么样了 多人妻 你看一看 就像是有男朋友怎么 你男朋友都不肯像你这样 你看你看 你觉得这样对吗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老是这样 你家暴我 又乱用词在词能用吗 你没想 你找人的 你这么做 你对啊 你不肯像我 你不肯像你 你不肯像你 你把她团把你砌